她的母亲与每一个人都能和睦相处 这位女士甚至可以被形容为天使 尽管她和安娜在许多世上有不同的看法 但她们仍然十分亲密 虽然她母亲仁慈高慧和同情 但是有一件事看起来完全脱离了这位女士的性格 这位女士强烈地憎恨天主教徒 她曾经很有名的一句话是 宁可孩子们去死 她也不愿意让他们一位天主教徒结婚 但她其中一个儿子提供了改变她这种想法的机会 在乡村的环境中始终有一些事占据着安娜的时间 无论她是除草 打扫 采摘 洗衣 种植 缝纫 烫衣或上学 空闲的时间只少 安娜始终感到她从未做过她想做的事 只是因为没有时间 家人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使土地有收成 她的父亲在另一边盖了座房子并收一些房产租金 来抵消家庭的开支 使她的少年生活变得麻烦的是 安娜发现避开维拉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两个人住同一个房间 在少数没有家常杂物要做的时间里 请小伙伴或小表亲们来玩的时候 维拉会试着支开客人去另一个房间 那里有好玩的玩具 他们会玩令人兴奋的游戏 但是不能和安娜玩 这是维拉对他们提出的条件 当光阴流逝 每当有男性客人前来拜访 这位年长的姐姐都仿佛患了妄想症一样 她潜入极度的恐惧 怕他们会向安娜投影一点点注意的眼光 她甚至肚脐安娜的外表和动作 尽管安娜一直相信她姐姐才是模特 而不是她自己 在他们一起成长的所有时期里 维拉相信安娜已得到了所有的幸运 而她没有 从安娜的角度来看 她并不觉得她占了任何优势 安娜只要在家 不管她姐姐在不在 她都很快乐 就像一个少年该是的快乐 她有四个陪伴她的兄弟 两个比她年长 米切尔和卡奥 两个比她小 沃伦和艾弗雷特 一位每次她从洗盘子和家务灵活中逃走外出时 总是尾随着她的父亲 和一个美丽的梦想 对她成年后当上母亲的生活的梦想 充满了她整个心灵 但是她的快乐凋谢 她的极乐结束了 因为她开始去上学 不用很久 她就发觉其他女孩和她并不一样 她们认为她是一个假小子 或一个轻浮的女孩 尽管两者都不完全准确 尽管一开始 她们的想法伤害了她 让她觉得这糟糕了 因为她并不像她们所认为的那样 但她感觉周围的男孩更适合她 他们像她的兄弟 可是与男孩玩是不对的 甚至一些学校认为和男孩说话也是不对的 因此她变成了一个假小子 对一个在1910年的女孩来说可能很不寻常 她终于在两件可以自己进行的事上开始超过别人 音乐和篮球 光阴流逝 她继续当一个假小子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思考自己 并希望某天会有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 后来她进了八年级 生命开始不断地变化 她仍然非常像一个假小子 并成为了女孩篮球队的队员 但是许多时候 她不断地想象她所渴望能与之度过余生的某人并不存在 有一天这发生了 她好像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她的名字叫罗伯特 尽管她比她大好几岁 并且毫无疑问 她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 但她知道她是她的唯一 安娜并不完全清楚她是怎么知道的 却毫无怀疑地确定罗伯特会是她的丈夫 如果您可以看到她的部分 受伤 勇雪 息诶 咱们中心 据 套 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